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 海涛法师救护众生 海涛法师救护众生 好 大家请公文念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文书画现 阿底侠尊者 那么历代祖师 好 请放杂 各位手上有一本《祖师佳言选录》 那事实上很多祖师都是慈悲佛菩萨为我们而视线 因为佛陀的教法会随着时代而不断地演变 这个就是一种方便 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时代 不一样的信仰要用不一样的方法 来接引对方离苦得乐 所以就像电话 一支电话 从古到今 配合现代的时代 越来越方便 所以佛教里面一定要有这种方便波罗蜜 这样才能够圆满了 生生世世的愿力 但是无论如何不离开 佛教所讲的缘起信空的真理 那各位请翻到第三页 所以阿底侠尊者叫藏传佛教之父 这样来尊敬他 因为他把菩提心的教法 很圆满的又带到了西藏 特别前面这两句话 就是一个菩提心很重要的动机 所以第一句我们念下来 为了利益普天众生 而修持慈心 悲心和菩提心 为了利益彼等而精情积累二种之粮 由此所生的所有善根 回向于一切友情 共同成就 无上菩提 刚刚念这么多字都没有念错的 举手 代表你有点修行 没有修禅定的 平常散乱的四个字要错 一两个字 电话号码七个字 他会念八个字 那就是你没有修禅定 所以使法行里面 读诵经典很重要 读就是不要读处 读错 诵就是备 各位这个一定要修 并不是说出家了就会 不一定 也不见得在家不会 在家人他平常很专注 所以他读书不会读错 讲话不会讲错 不能做差不多先生 三万五 三万 到时 减五千 你不能讲错 所以多少钱 七十五万美元 你不能讲七十万 对不对 所以各位这一点 真的要修行 所以各位读诵经典 佛陀特别要我们 以发菩提心 读诵大乘经典 那这个要修 所以为什么读地藏经过的那么大 读阿弥陀经过的那么大 所以 那像各位今天要读了 那个是经典的经水 这个叫什么 来 口诀 俏诀 这就是这一位佛菩萨 一辈子的精华 那这个呢 对修行更重要 所以我们清尽善知识 那是阅读祖师大德的传记 从这里面得到一些修行的心得 改变我们一辈子 所以这句话就 源源满满的告诉我们 我们为什么要发菩提心 那发菩提心要怎么修 那阿弥陀一辈子的精华就在这边 为了利益 为了利益 普天下 所有种种的生命 而 修辞 慈心 悲心 这两个要分开 慈就是一定要让他们快乐 悲心就要让他们离苦 为了如此还要圆满 成佛的菩提心 所以在这一次经典里面 来 发心为利他 自求大菩提 就是发起这个慈心悲心 为了利益 普天下众生 所以呢 要自愿佛道无上 是远程 所以呢 那为了要圆满 慈心 悲心 菩提心 那 而要精情累积 二种质量 因为如果你没有累积 福德质量 智慧质量 那怎么利益众生呢 所以我们今天救护这么多生命 那 这个也是质量 我们要有钱 有利器 有因缘 我们今天做焉供 这么多上供下施 那个都是累积福德质量 各位今天布施 身重 有没有累积质量 有 所以我们要累积质量 那很多菩萨 为了往生的爸爸 供养舍他且 为了生病的爸爸 护持放生 这个就是已经相信因果了 那我们做这样子的 累积福德质量 来回向给生病的人 回向给往生者 对他有福报 那更重要的质量是什么 智慧质量 智慧质量能够断除他 内心里面轮回的因 贪嗔痴 所以为了彼等 普天下众生 我们要精进勤劳 累积两种 念一下 福德之量 智慧之量 那什么叫福德之量 念一下 布施波罗蜜 持戒波罗蜜 忍入波罗蜜 精进波罗蜜 那什么叫智慧之量 禅定波罗蜜 不日波罗蜜 那么精进的去 累积福德跟智慧 这两个都有圆满 因为没有圆满 没办法利益众生 那因为我们累积这两种质量 第三句话 由此所生的所有善根 都不是为了自己 回向于一切友情 共同成就无上菩提 为利友情愿成佛 所修诸功德 都是为了回向所有的友情 愿他们都能够成佛 以这个为发心来修行 所以不管各位 点一只香 供一杯水 念欧明陀佛 诵阿弥陀经 念地藏经 你最好这一句话 念一下 那你要诵地藏经的时候 先点香 先供灯 这个就福德之量 然后诵地藏经的时候 很专心 不会念错 叫禅定 而且按照地藏经 去思维实修 叫智慧 当下你就完成了 福慧六度波罗蜜 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 要符合六度波罗蜜 放生的时候 要符合六度波罗蜜 所以任何时间 都要符合福慧之量 所以不断地来回向 那特别一般人都坐到这边 还不够 佛教的根本 如果有发心 更要有空性的智慧 所以第二句话 阿基霞又说了 你也念 同时对这一切都不贪着 应该了之为 自信空性的圣意地 法相于世俗中 亦如梦如幻 就是说 在累积之量 利益众生的同时 不是最后 是同时 就像各位点香都知道 这只香一直在生灭 香是空无自信的 所以当下 对这个香不执着 对我们 所以点香为什么可以修行 供水为什么很容易开悟 因为你要知道水啊香啊灯啊 那当下都会 虚幻的 暂时的存在而已 所以我们今天又来了 来 供万水 供万灯 做大烟供 做大仆斯 放种种生命 这些无量无边 但是各位都知道 它是虚幻的 虽然有功德 都是为了回向给众生 所以呢 对这一切都不贪着 应当了知 为自信空性 自信就是说 这个世间没有一个我 所以自信是空无自信的 所以叫无自信空的这种 圣意的 殊胜的真理 法相 什么叫法相 不管我们就放生啊 他们现在修秘籍金刚啊 那这些呢 这只是一个方便 所以法相于世俗中 以如梦如幻 将来看待一切 各位你读金刚经 这是个法相 那金刚经是要让你正的空性 何不是执着 执着 这部经才对 其他的经不太好 我只读这个 我不看别的 所以对一切法 那这只是一个方便 就像你坐车可以去 坐船可以去 坐飞机可以去 那只是一个 如幻文化的方便 将来看待一切 也就是说 我们修什么功德回向 来了解 安住在三轮体空的空性 所以这两句话 各位啊 经常的读 读到背下来 背到会做 而且你每一天所做的都是 按照这两句话在做 这个就是阿底侠的生命 所以我们从一到二 再读一遍好不好啊 注意一下 有没有读错 看你有没有专心 会专心的人不会乱讲话 三句话就三句话 不会变五句话 你要练习 而且不但专心 这里面的意思 你都抓得很清楚 而且实践 修行最主要是改变 改变 各位一定要改变 就是说 昨天 今天 明天 你都会不一样 因为每天我们都在学习 都会看到很多优点缺点 就像你生病 就是希望他不要病 这就是改变 今天病 明天要病 后天要病 你的病到后来 你都想自杀 你会觉得很痛苦 我们都希望这个 这个不好的 不正确的 赶快过去 让更好的 更正确的 圆满 那各位要突飞猛进 请问在场的人 会不会死 什么时候死 知不知道 怎么死 知不知道 海啊 都不知道 不分年纪 所以死亡 变化 随时会来 所以你现在就很认真 你要等到明天 不一定有明天 等一下难道 你要走路回去 坐车很危险 游览车 咔嚓咔嚓 吸到了 真是如此 所以各位 我这样说 很多人想 很少 买了 买了 所以各位 你要有这种 无常想 死亡是必然的 而且什么时候死 怎么样死 又不知道 生命是这么脆弱 分分秒秒 都在死亡 逼迫的状态 所以我一定要 把握现在 能够解脱 这种生死的痛苦 并不是不可能死 而是就算肉体变化 突然一个意外灾难 来了 你的心可以超越 这个 你心里还是在念法 你心里还是在念佛 这种出离心 各位一定要有 连做的功德 都是如幻如画的 无自信空的 不能执着 要放下 好 再念一遍 来 一 为了利益 普天众生 而修持 慈心 悲心 和菩提心 为了利益 彼等 而精情 积累 二种之良 由此所生的 所有善根 回向于一切 有情 共同成就 无上菩提 同时 对这一切 都不贪着 应该了之为 自信空性的 圣意地 法向于世俗中 亦如梦如幻 回去多练习 不能再错 好不好 要抄 要抄写 要读诵 要会背 然后呢 进一步要会思维 还要讲说给人听 你有实修 再讲说给人听 然后这一句话 变成你的态度 人格 给人家的感觉 你就是为了发 菩提心 又不执着的 把自己奉献给真理 奉献给众生 在圆满两种之良 在累积各种善根的 人一定要改变 我发觉 为什么不会改变 喜欢打瞌睡 散乱 喜欢聊天 那你这样就是 没办法修行 所以我想各位 一定要会修福报 没有错 要忏悔 要修福报 但是我们忏悔 修福报 是为了要入定 而得到空性的智慧 有空性的智慧 知道有方法 去利益众生 方便 愿力 最后像佛陀一样 有自波罗蜜 去帮助众生 所以各位 这个不能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 你会给自己压力 要么就太懒散 不行 要么太精进 也不行 精进有压力 也不行 很精进 但是很 如幻如画 这样就好了 就像我加了油 所以它转得很快 这没有压力 所以要让自己很精进 却没有压力 有压力是因为 有一个我的成就感 师父 我要念十万遍 我现在念到八万 你把自己定为压力干嘛 佛叫我们念十万遍 它是说持续就好 持续 它只是故意持续 你能够在一日夜八万再见 念满十万遍佛号 当然念不完 那时候至少我再持续 不离开念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何不是说 还没有念完十万遍 你把这个 把数字又变成一种压力 那不好 那法相在世俗地中 也是如幻如画的 如梦幻的 反正你继续念佛 这样就好了 所以各位 这要学习控制 因为我们老婆 改功语 不改功语 不要功语 改求求 改惊弱 改惊弱 你都要注意好 我们讲的时候 对方疼吗 你要讲什么 这样也不行 我们讲的时候 好 你讲什么 这样也不行 你都没有控制 那这就是代表我们老化了 那你要赶快努力 努力 让你的侦子说 我母亲现在怎么没同一样 有凉乎 有修行 所以各位 你一定要 有这种心态上 所以有的人跟我说一句 不用说了 我知道你又不说什么 因为你见过就会 那代表这个叫老化 僵化掉了 所以各位 还是要记住这个如梦如幻 幻化无自信的 而不是被卡在那个地方 那后面呢 阿底迦尊者 对一位国王 这个国王后来出家 成为 阿底迦尊者的 第二得力助手 第一个得力是在家无界的 中顿拔 第二个 就是叫菩提光尊者 包括国王 宰相 百姓 阿底下又讲了三十几条 修行的方法 不过 说了什么 在鬼条 你们又要害怕 所以 刚才禅止法师 阿底下 以前学校的 今天很晚 他要回去困重岛 现在很早 一百三十四页 一百三十四页 牛浪巴格西教研 所以如果各位愿意获得 真上身 就是下辈子 比这一辈子更好 我们佛教徒的真上身就是 念一下 上平 上身 极乐世界 好不好 这叫真上身 明天比现在更好 下辈子比这一辈子更好 那这样你更好修行 你有这样子的脱离山途八难 往生净土的真上身 而且这个真上身包括 你这一辈子身体不好不好修 下辈子身体很好 这样 你这辈子没有福报不好修 下辈子福报很好 真上就是越来越好 是属于世间法 以这个真上为助缘 助缘 进一步决定胜 你能够决定得到殊胜菩提心果位的人 那应如下思维 重不重要 哇 应如下思维 这个思维不是念哦 你要这样去想 对 要这样去改变 从一 闲天到五 来 一 对轮回应当升起监狱之降 二 对生命应当升起水炮之降 三 对恶友应当升起仇敌之降 四 对上之事应当升起如意宝之降 五 对烦恼应当升起毒蛇之降 好 我说五你说六 你看没修禅定 我很注意这个 一个人有没有修行 刚刚我也没讲五 刚刚讲六的举手 不简单啦 说你算了你又不相信 再走一步你就死哦 你叫主要 但是有些人因为散乱 所以散乱人不能开车 真的不能开车 不能拿自己或别人的生命开玩笑 所以我也很说徒弟不让他开车的 我说你没资格开车 叔叔别人都说我 你看不起我 我是保护你 我只坐你五分钟 我知道你这个人会弄死人 不是你出家就可以开车的 因为你的个性没改变 那个性没改变 没有真实实修 你的开车就不会改变 真的哦 一定是如此的 所以你开车的就是这样冲 不然就这样慢 不然就这样乳撞 不然我们坐在车上可怜 一直打东啊 有些人开车 他就快慢 快慢 你跟他讲没有用 那我就说 你又没在书 你都说我没在书 我已经吃财出家 你说我没在书 吃财出家多的 没修行的更多 所以没有抓到修行窍诀的 精髓的 是很可悲的 请记住这个 就像一个医生 要帮你打针 每次针都插错 你也可以去 那你修行 你居然要扎自己的针 还扎错了 那你还扎什么 我要知道我们 自己的烦恼问题在哪里 我们的习性个性 不好在哪里 这个你要抓到 所以我今天讲的 这个主事家言 那个都是精髓的精髓 第一条我们讲完了 叫问 有没有申取这个想法 我要一条一条问 有了举手 没有了往后面坐 那问五条以后 找到料 修行真是如此的 而不是你坐前面 就有在修 要不见得出家 就有在修 是你有没有依教奉行 所以第一条 对轮回应该升起监狱之想 有的请举手 你看 不敢举手 你看 不敢举手 不好意思 我好像没完 所以各位 你还想要求什么 我家里赚多一点钱 我事业好 我儿女对我孝顺 我家里 因为你把家庭 把世间的儿女 当作一种快乐 冤心在主是谁 你知道吗 先生 太太 儿女 你听我 不要说冤心在主 叫死掉的 还没死的 那个都是冤心在主 因为你执着他 因为你放不下他 那不是冤心在主 是什么 你心挂在他身上 所以这样不行的 所以佛陀告诉我们 真爱众生 要超过于真爱父母 你要割亲此爱 你不能说每天 只超度你的父母 佛教是说 以你父母为观想 对父母的孝敬心 来孝顺所有众生 而不是一直执着父母 如果你一直很执着 说你的父母 那你也出不了家 也超度不了他 就算能够超度他 层次比较低一点 因为你没有出离心 怎么可以让他去中品呢 没有不离心 怎么让他去上品呢 不过是世间的孝顺 让他去下品 这样而已 所以到底什么是 世间轮回呢 就是各位现在所拥有的 包括你的身体 请问这个身体 是不是你的敌人 不要再找我麻烦 但是意思是说 不要执着他 所以你要对 轮回所有的一切 都当做监狱 把你关起来 让你很痛苦的 当然轮回的根源 是我子无名 这就要抓清楚 特别各位漂亮的小姐 很不容易修 我长得不错 我头发也不错 我今天穿着衣服更不错 都是错 我跟你说 不错还有个错 因为你执着 你就麻烦 你认为你漂亮的 好的 快乐的 爱情的 那些都是很苦的 你要有厌仪心 对轮回应当升起 监狱 这是伤害我们的 谁不想出狱呢 所以各位针对这一条 不能光解释 你要回光返照 我是不是有真实的 要出离轮回 我没办法出离轮回 我怎么可能帮助别人 那我到底在执着什么 有些人说 我不重外表 但是我重面子 自尊 有些人说 我不重外表 但是我没吃的戏 还要吃得好 因为每个人 都有每个人的执着 你有一点执着 那你就开不了智慧 这个执着 就会障碍你 看不到真相 第二 对生命应当 升起水泡之响 破破掉 我们生命短短 七八十年 最多一百年 很脆弱了 水泡什么时候破 不知道 现在好像很漂亮 就破掉 所以我们要精进 每一分每一秒 下一秒能不能修 不知道 每一秒都是在念佛的状态 出离心 对极乐世界的心热心 每一秒都要抓住这个 所以不要计划太久 做什么事情 不要计划太久 就算你有计划 要随缘 虽然我决定明天要怎么样 今天死了 随缘 我发觉很多人不行 我要盖那个寺庙 所以我现在死了 不去基督神 我庙还没盖完 盖庙是对的 但是你执着变错的 你死了你能够做什么 所以你生病了 还在执着那个庙 所以呢 要尽力在当下就好 对未来 因为当下也会过 来 等一下 过去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当下也不可得 当下也不可得 假如要在拔虚 是吗 要拔很久吗 要叫人家早上 好 第三 对恶友应当 升起仇敌之想 什么叫恶友 对你很好 巴结你 天天打电话给你 给你钱用 如果你要修行了 他天天跟你谈钱 谈感情 谈朋友 带你去哪里 吃吃喝喝 乃至伤害佛法 告诉你 那个不对 那个不对 我这个才对 这叫恶知识 恶知识是最伤害的 他会断人法身会命 所以各位要 你不能跟 有些人是谈感情的 这个人修行人不好 平常你有跑去跟他吃饭 这个人已经 破戒了 犯戒了 我们出家人 一个破戒 我们连跟他同桌吃饭 都不行了 不能跟他同桌吃饭了 并不是讨厌他 而是让他有反省 孤独的机会 你不能站在感情上说 哎呀 因为这样他会认为他对 有机可乘 他就不会反省自己 然后你自己就会被他影响 因为 所以各位恶知识呢 你千万不要听他讲话 你听他讲话 你思想会被他变 本来 本来你在放声好好的 就不来了 为什么 他都跟你讲负面 所以各位要 要对恶友应当 升起仇敌之下 并不是排斥对方 我们讲的是 因为你不能接近他 也不能随顺他的思想 我们对他慈悲 最好的方法是 暂时远离他 默默回向给他 不然的话 明明是个恶友 那你又说 他打电话给你来 来参加法会 你又坐在那边 他会认为 你看我有信徒啊 对不对 然后你又不好意思 人家包红包 我也包红包 你看我这样混得也不错啊 所以各位你要 这一点要小心 慈悲出下流不行的 所以我们只能远离他 不然我们自己 法身会灭 会断掉 第四 对善知识应当 升起如意宝之想 如意宝就是满怨了 归三宝就可以脱离三土苦 归三宝可以满所愿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亲近一个善知识 因为他按照佛陀的正法在修行 不分在家出家 那他教我们要吃素 要新因果 要脱离六道轮回 要发菩提心 所以这个世间各位要 好好地去认识佛教 首先你要看佛经 看佛经以后 你才知道说 什么人是善知识 善知识身信因果 读诵大乘 有耐心 有悲心 辩才 他有种种种种的条件 有这个条件 符合善知识 那我们去接近他 我们不是在交世间的朋友 第五 对烦恼应当生起毒蛇之想 生气 傲慢 嫉妒 所以什么叫烦恼 谈恋爱也是烦恼 脾气不好是烦恼 嫉妒心也是烦恼 有烦恼就会照口验 喜欢讲是非 等等 那你要 你一定要知道 我心中不能有烦恼 哪有人口袋放的 眼镜蛇呢 随时会咬你的 我没赶快脱离这个 所以修行者应该让别人觉得 你真是在进步 这样你才可以越来越好 叫真上身 这样你决定或者圣菩提果 你决定才成佛之道 能够圆满 那希望大家对这个 把它当作戒律 这一定要这样做 那你今天要去判断 这个人是不是善知识 你就拿这个去判断 他现在做的是在执着轮回 他只是在守护 他自己的健康的身体 他乱交朋友 只要你跟我聊天 你对我好吧 都好 这样不对 好 第六念到第十 第六对恶业应当生起剧毒之祥 第七对妙玉应当生起火炭之祥 八对荣誉和民生应当生起空谷回生之祥 九对立养和宫敬应当生起亡谷之祥 十对恶有应当生起传染病患者之祥 所以 业 决定我们的生命的苦以乐 千万不要造恶业 杀生偷到邪淫 伤害到众生的 恶业来自于烦恼 只要你心中有烦恶 你必定会造恶业 所以这个恶业就像流酸泼在我们脸上一样 很痛苦的 所以各位要认真努力的 忏悔恶业 每天都要忏悔 如果光为自己忏悔还不是菩萨 想到众生天天都在杀生吃肉造恶业 每天更要精进的为他们忏悔 因为众生都被流酸泼了 甚至他底下冒火要烧了 他都不知道 我们这个生命就像燃烧一样 慢慢的死亡 所以慢慢的痛苦 因为业主宰我们 那整个世间都在造恶业 现在因为大家电脑手机方便 年轻人 昨天还是前天发生一个 一个国中生 很喜欢玩手机 他爸爸的叫不要玩不要玩 他爸爸一时称贵心 把他手机往窗户丢 结果各位有没有看到新闻 这个国中生就跟着那手机跳下去 当场死掉 然后他爸爸发疯了 跑到楼下 抱着他儿子那种鬼哭神讨 他不知道怎么表达他的痛苦 他实在很爱他儿子 为他好 但是有一时起称贵心 把手机往外丢 这好像很自然 我给你淡掉 结果儿子就这样 儿子也不想跳楼 对不对 只是他爸爸对他这个举动 他不能接受 他也不知道干嘛 刚好就是那个洞 然后就下去了 死的人一定很痛苦 然后丢手机的爸爸更痛苦 这个就是业障来了 你实在没办法 一个手机或一个称贵心 只是一个住员而已 那这个住员一来 这种可怕的事情就发生了 现在这个爸爸 你看他怎么活下去 他怎么活下去 他每天光想到这个 是他把手机丢出去 然后儿子跳下去的 这个只有佛法可以救他的 第二个方法 一定要让他知道他的儿子 现在离苦了 而且原谅他爸爸 他心才会暗 所以来 法会功德 回向此跳楼 年轻人 离苦得乐 托梦给父亲 令父亲自在无苦 那么不动如来 那么故为大菩萨 愿所有自杀者 同享各项功德 那么不动如来 所以对恶业 我们对自己有剧毒 众生造恶业 我们要生起大悲心 替他忏悔 想尽办法 就像有人 这个汽油掉在 已经放火了 我们要想尽办法 用干露水 用各种方法 把他身体上的恶业消除掉 把他那个火烧身 让他不要痛 第七 对妙玉应当生起火炭之想 各位要不要去抱抱 然后拿火炭 什么叫妙玉 眼睛要看漂亮的 耳朵要听好听的 嘴巴要吃好的 所以你去牵着爱人的手 很快乐 你穿漂亮衣服很快乐 你有身份地位很快乐 这些都是世间的欲望 这世间的欲望 如火炭在燃烧你 所以你的女儿突然怀孕了 来跟你讲 你不知道要说什么 会发起来 还没结婚就怀孕了 因为对你来讲是苦 但是他不知道 他现在找到先生 他希望你认同他 那那个时候你也不能生气 你要慢慢去辅导他 因为女儿开始痛苦了 怀孕了 谈恋爱是另外一回事 怀孕又是另外一回事 老公不知道 接不接受这个事实 又是另外一回事 搞不好为了怀孕而结婚 那对那个男生更痛苦 他根本不想娶这个女孩子 他只是一种欲望满足而已 也不一定 但是对方不了解 所以我想各位要开始 慢慢地出茶淡饭 修苦行过午不时 好不好 来 吃饭七分饱 健康活到老 太大口要检讨 呼伦吞的要检讨 喜欢吃炸的 因为那个时候你控制不了 所以各位要学习控制 这一点我最佩服我妈妈 我妈妈被几年前就宣布要洗肾 我妈妈就问那个医生 我不洗肾 有没有别的方法 医生说做不到 医生说你做不到 除非就按照他医生的方法 不能喝水 不能喝汤 不能吃任何油 油很多很多跟他规定很多 他问我妈妈做得到吗 我妈妈说他做得到 哇 他开始修苦行了 所以他到现在几年了 还没有洗色 所以这个就是苦行 所以我很感谢我妈妈有这个力量 想必我身上有这个基因 就是你能够克制你的欲望 不管穿衣服 不管享受什么 你都能够克制 这一点各位一定要守护 如果你守护了 那没办法修行 解脱道就已经修苦行 何况菩萨道 菩萨道是自己出茶淡饭 那是陪客人 陪人家故意吃得很好吃 让他们很快乐 那是为了对方 对不对 自己没有这些享受的 第八 特别男生 对荣誉和民生 应当生起空谷回生之下 而且这个世间有荣誉 有民生 反而伤害更大 伤害更大 所以各位大概一段时间 就要看到报纸 又要登海涛法事 只要我出国的 但是别人都会赶快跟我 哇 书 别人说 小事 就算他登我做荣誉奖 我也不能当一回事 他骂我 也不能当一回事 因为真理就是真理 这样而已 我们要鲁鲁不动 所以也不要因为你 你出名而快乐 也不要你被毁谤而痛苦 我们要检讨自己 有没有在做真的事情 如佛陀所讲的 我们是佛弟子 对不对 你去做这样就好了 不要活在世俗人的赞叹 或毁谤 所以各位这一点一定要 你偶偶也要问你旁边 你看我这个人是不是 很好明 很我像 很爱知名度 所以有些人你赞叹他两句 他就很快乐 这个人不可靠 了解吗 这种人你给他一点钱 给他一点赞叹 他就偏你那一边 这不可靠 这不能长久 第九 对立养和恭敬应当升起 往 这句是什么 古 往古之想 给你很多钱 尊敬你 事实上是要绑住你了 就像往之 要把你 被往之锁住了 简单的说 对这世间的明文立养 恭敬 一点点执着 那你就被卡住了 你绝对没有生命的自由 第十 对恶友应当升起 如传染病患者之下 赶快跑 这一点为什么 这些主师大的 强调再强调 因为太多人不管这一套 比如说这样好了 我是师父 我认为这个人 不适合在生团 我们请他离开 但是呢 其他人还是天天 跟他在联络 平时没事 还跑去吃饭 这个就是不惊喜 要讲吗 师父已经摆明立场了 他现在 你不能跟他 我们都要莫禀他 要请他还俗 也不一定 结果还有人 在跟他交往 很多人就是这样 因为他已经是恶友了 但是他虽然是你朋友 但他现在 思想行为有问题 你一定要莫禀他 而不是跟他陪他吃饭 跟他交朋友 那对方会认为说 我没错 那你就是害他 知道吗 你就是害他 这师父认为我错 你我根本没错 你看大家都对我很好 所以在这一点 我有时候会看到一些人 我觉得没原则 而且做烂好人 不是个修行者 这是原则问题 私底下他找我 我谁都接受 这个人怎么坏 他私底下找我 我会劝他 你不要再这样 但是在大众吃饭 我不会找他来 这样听懂吗 故意用这种方法 这个人很坏 他有病苦 他打电话给你 你很亲切的接待他 告诉他 好 我帮你 但是请你 怎么样修行 不要再犯那个错误了 这样可以 我这些徒弟破戒了 做很大的坏事 别人骂他 他只要私底下找我 我们都有 因为我们不能够舍弃对方 成不受悔 换菩萨戒 但是你不能在我们 大众集会的时候 故意又跟他带来 所以我想各位 修行佛法一定要有个原则 而不是说 他有卡定位好我 我就钱好他 我说你钱给他 你是害他 他拿这个钱 也不是去做好事 又去带年轻人出去玩 对不对 因为他 同性恋 这是他个人的问题 但是我们要 教他有惭愧心 不管异性恋 同性恋都有欲望 能够断除欲望 而不能说去利用机会去 污染那些年轻人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对恶友 你要分清楚 既然都 大家都已经认为他这样 你不要再跟他思想交往 免那你跟他想要交往 你就有共义 代表你思想也不坚定 你也不了解佛法 但是现在偏偏 这个时候叫末法 恶友信徒很多 像我这一次去新加坡 他们就有讲 海道法师前一阵子 有一个佛教 以佛教为名义法 早已有六万人来参加 六万人 大家都知道那一位是恶友 是一位在家人会搞一点神通 六万人这样 每一个人都在讲 那我说这个世间没办法 那好在你没去 有啦 他也有去 你去干嘛 我去听听啊 明明是错的 你还去听听 他在骗人的 大家都在批评 但是我说这个是正常的 正常的 现在这个世间呢 能够思想很坚定的 不多 反而被污染的多 好 十一 十二 十三 我们念这三条 来 十一 对上友应当升起 严守的城堡之想 十二 对一切友情应当升起 父母之想 十三 对布施应当升起 所以对恶友 我们好像这个人是传染病 我一碰他就会死一样 我不敢接近他 默默地回向给他 但对于善知识 不分在家出家 应当升起 今天敌人要打我 我是严守城堡的人 打死都不退转的 意思是说 你要守护的 依止的善知识 念一下 所以莲花生大师说 这个末法很乱很乱的 你只要念诵我 莲花生大师的名号 或咒语或齐情 然后这些恶因言呢 会很快的断除 莲花生大师会用他的生命 守护着我们 让我们不会碰到这些魔障 所以魔障越强 那各位更要齐情 你有信心的 特别是莲花生大师的 加持 所以每天各位都 意念的 你的上师 你念阿弥陀佛 更要时时各各念 阿弥陀佛 那我们 愿意齐情 莲花生大师的 更要很专心 第十二 对一切友情应当生起 父母之想 应当就是戒律 所以 牛郎巴格西 把他的精髓告诉我们 什么是该做的 什么是不该做的 这是一种智慧的抉择 所以对一切友情 都是我们的父母 你看到友情 都要善师如母众 你不能有分别 像各位都有爸爸妈妈 所以我们要把所有的人 都当做自己的爸爸妈妈 一样 愿他离苦得乐 对他孝顺 愿他离苦得乐 就算这个爸爸妈妈 在杀猪杀羊 他照合业了 我们也是要对他很慈悲 虽然没办法去 横顺他 随喜他 但是悲心还是一样 对恶友也一样 虽然恶友很坏很坏 你不能因为这样而生气 你要私底下 你对他 回向加持 劝他不要再这样了 但是在外表上 思想上 不跟他合为一体 第十三 对布施应当升起 如意牛之想 什么叫如意牛 就像 以前在道教里面 放一只牛 大家去摸一下 黄金牛会发财 对不对 意思是说摸了就会满怨 所以我们要像一只 一只如意牛一样的 去满重深怨 对布施要像这样 不退转 反过来 念到十八 来 十四 对戒律应当升起 宝氏之降 十五 对忍辱应当升起 兼顾铠甲之降 十六 对精进应当升起 骏马宝之降 十七 对禅定应当升起 大宝藏之降 十八 对文思修行之智慧 应当升起 明灯之降 所以祖师大德 这么努力 配合现在的时代 写出最简单的比喻 特别无助菩萨 把五到十地 怎么修行 列成二十二条 下回我讲给各位 很容易理解 我们在修菩提心 从资粮道 加行道 见道 修道 到无畏道 还是佛地 什么样的菩提心 用怎么样来比喻 可以了解你自己 菩提心发生到 修行到什么阶段 所以我想 对布施 我们了解了 情境善之士 远离恶之士 对生命的真相 轮回 贪嗔痴 起了艳离之降 再来我们要对父母 对众生向父母之降 那既然对众生有父母之降 那我们怎么样去发菩提心呢 所以事实上 这位祖师 就这样十八句话 把佛法的道次第 写得非常圆满 而且一般人 很容易接受 第十四 对戒律应该 升起宝石之降 最漂亮的 钻石 你带一个最好的钻石 最贵的珠宝 在你项链 在你身上 那个就是戒律 戒律有为庄严 戒律有为功德 所以一点点都不想污损它 因为是最美的东西 所以我想各位 你最贵的几颗拉链 你永远都守护得很好 藏得很好 真怕它丢了 所以对于我们守的戒律 应该升起宝石之降 不能不顾它 不能随便污损它 所以有人 像三位有个年轻人 师父我跟你出家 我就跟他讲一句 天气很热 你一天要穿这样 都穿好好的 天气很热 冻得掉 有些人就不行了 我不行了 我以前在恒春 恒春更热 热的时候没办法讲 出家人都不穿袜子的 都穿拖鞋的 我师父跟我说 他们不太想出家 海涛你不能 我师父你一讲 我当然不能 我天天再怎么热 我都穿着袜子 只要踏出庙门 我就穿着长衫 庙门之内我穿中卦 在房间之内 我只能穿短卦 但是我严守戒律 这我师父交代的 因为这样才不会 破坏出家人的威仪 所以叫不犯威仪 所以各位对戒律 我们修行人 该怎么做 你就要怎么做 而不是说 你想怎么做 对我来讲 我都问他 你想完熟了吗 所以苦也要这样子做 所以就像很多说 师父理胡须很麻烦 不是干嘛 你要留胡须 我也很麻烦 我每天早上离一次 中午下午要录影 又离一次 晚上有人找 我要离一次 为什么没办法 因为我记得 我那时候 有几个小沙咪 我刚好在 等一下去上课 我就理胡须 他跟我说 师公 你还是理好看 我说你是杜冰共 不理不好看 对啊 差很多 我说我的瓜佛道 坏得比别人快 人家一天挂一次 两天挂一次 我一天挂三次 为了众生 为了弘法 对不对 你不能没有威仪 这是戒律 这是出家人该有的 应该如何就如何 这才是庄严 第十五 对忍辱应当升起 兼顾铠甲之下 这是你的 念一下 忍辱是力量 慈悲是武器 你永远要戴在身上 要保护你的 如果各位还喜欢发脾气 还喜欢骂骂人 还喜欢耍脸色 那你根本没有发菩提心 菩提心 是要 简单做个比喻 我昨天在跟一位弟子说 我说你会不会骂你妈妈 当然不会 那你为什么骂别人 众生都是父母 你怎么可以骂别人呢 你会跟你妈妈说 喂 喂 你会这样吗 不会啊 那你为什么对别人这样 你有理由吗 对啊 要有惭愧心 讲一次不能再讲两次 我们对任何人都一样 因为你既然要修菩提心 不要认为自己已经发菩提心了 从某一些行为态度就知道 这没有菩提心了 所以没有不识 没有慈戒 没有忍辱 说这个有菩提心 自己以为发菩提心 受了菩萨戒就有菩提心 那不一定的 所以我们永远披着 忍辱的轨甲 这是我们的特色 保护什么 保护我们的慈悲心 因为你如果生气 怎么会有慈悲心 你就已经气舍对方 你舍弃对方就破菩提心 第十六 对精进应当生气 骏马宝之下 跑得最快的 他身上佩剑好 那个毛瓢 跑得 非常的顺畅 好看 布施 持戒 忍辱 都要精进 禅定 般若智慧 更要精进 随时保持在 所以各位为什么 我教各位 念不能念错 是禅定 念的时候还要了解 里面的意思是智慧 愿意去实践 那你要时时保持在 很专注 不会弄错 千万不能弄错 所以像我自己在看人 比如说我教他一件事 给他十分的事情 做完只有三分 当然我会第二次再跟他讲 还是三分 第三次跟他讲 还是三分 那我就说 你叫三分修行者 因为你不会做十分 你不想完成十分 那你说你要成佛 你发菩提金 你要利益众生 那就变成一种骗子 七狂 七狂三宝 那不行的 别人给我们三分 我要做十分给他 因为你用心 你给我煮一碗饭 做得很好 用心 今天别人拿东西给你修理 你除了把他修理好 又帮他干洗 又把那个手表弄得亮亮 哇 别人有 哇 这个 没有加钱 真好 因为代表 你这个人很认真 所以 第十七 对禅定应当升起 大保障之下 你要得到功德 你要得到智慧 不能够离开专心 禅定就是专心 心一尽性 做什么事情都很专心 所以就像我刚刚在看前面那个球 这个佛像前有没有 球有没有在转 还不错 早上都没转 因为他只是两百二了 但是他一定要动 发光 而且不断的在布施水 哇 功德太大了 对不对 这尊佛不断的在七彩豪光 如意宝珠 布施甘露水 所以我现在在大陆订很多 一个 八百块台币吧 八九百块 大陆订一定更便宜 就直接大陆 改成一百一的 各位家里门口 放一个好不好 放到被偷 再拿一个来 有一个菩萨 跟里面 前面装个玻璃 这样就不会被偷 我说装个玻璃 水不知道有没有出血 也不知道 但是无论如何 读一下 随喜功德 诸神欢喜 众生得福 伴依一定有意义的 对 今天保身大地 圣诞 来 发挥功德 供养保身大地 中路财神 圆满菩提 护佑众生 所以保身大地 求消灾消病 中路财神 求发财 对不对 那我们都回想 愿这个功德 他能够满愿 所以各位一定要多禅定 专心的意思 念佛也是禅定 抄经也是禅定 虔诚的忏悔 也是禅定的祝愿 打坐更是禅定 转经论也是禅定 定下来思维佛法 这个是定 由佛法里面去了解 叫会 那一定要做 你再怎么忙都要 像我个人 我最喜欢坐飞机 坐越久也好 因为我从不打瞌睡了 坐飞机 我就可以很专心的 禅修 然后视为经典 禅修 视为经典 对我来讲 但是我发觉 大部分人 要么精神好 看电视 要么打瞌睡 那就很浪费时间 因为生死无常 搞不好 飞机都下不了 爆炸了 对不对 但是你要把握 分分秒秒去 定会等持 第十八 对文师修行之智慧 应当升起明灯之响 所以各位要得到智慧 要听闻 思维 实修 这样你才可以 破无名 了解光明自信 所以 等于断烦恼的意思 所以 这十八句话重不重要 各位你要背下来 你要一直练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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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多练几次 拿这个来思维 坐在车上就在思维 这十八句话 坐在车上就在思维 阿底峡尊者的教法 坐在车上就要思维 佛说八大人 约经 如果你这个人爱昏沉 爱乱想 现在人就麻烦了 手机打开精神来了 然后呢 手机关掉要打喝水了 他活了有如僵尸一样 为什么 都随顺在这个世间的贪嗔痴 他等于把自己的心 都变成魔的心 为什么 因为手机里面的 大部分都是贪嗔痴 当然 如果你懂得修学佛法 利用手机可以让你快速